台北城今年建成130周年 当时的西门连接蒙甲商圈 是五个城门中最豪华也最热闹的城门 因此又叫做保城门 有保物成就的意思 日治时期为了拓宽道路 拆毁了西门 成为台北城的唯一缺口 为了庆祝130周年 建筑师特地在原址 盖起了一座高达7公尺的装置艺术 重现当年的西门精神 今年是台北建成130周年 建筑师吕慧英 依照1904年被拆毁的西门原型 重新打造高达7公尺的装置艺术 西门印象 从每个角度看都有不同的感受 而民众还可以直接坐在里面 感受当年的西门风华 当初西门建成的精神 就是取它保物成就的意思 所以叫保城门 我们当然是希望维持说 这个地方我们设一个装置艺术 但是它可以让人不断地 从这边穿过 流过 经过 那它就会变成回到以前过去 出入西门的那个洞线上面 那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达到 所谓穿越古今这件事情 因为它重叠在同一个地方 西门连结当年的蒙甲商圈 又称为保城门 由保物成就之意 希望能够维持蒙甲的兴旺 更拥有台北城城门中最华丽的双层楼阁 而日治时期因为新建马路要拆除台北城墙 西门拆毁后民众的反对声浪高涨才终止计划 因此保留了其他城门 而西门也就成了台北城唯一的缺口 坐落在西门印象对面的雕像 则是从当时的台湾巡抚流明传 变成1950年代的建筑师 最后走到现今年轻人的装扮 象征西门的时代更替 中间的地图则是1884年台北城的样貌 总统府以及消失的文武庙 天后宫清楚可见 从1930年前到1950年代 然后到2000年 这整个四个人物的文化远镜 还有跟城市脉络的远镜 然后达到一种时空的串流这样 从当年的蒙甲商圈到现在的西门丁 西门宝物成就的精神将会一直延续下去